新聞全球話帶您看世界 我是曾慧敏 馬上來關心 我國為提升國防能力 延長為一年的一五億 首帝士兵歷經兩個月的訓練 這個禮拜開始驗收成果 今天的檢測項目是震撼教育 現場透過針槍實彈 模擬戰場環境 一南只要完成期末 檢測就能取得節訓證書 每個月多領一萬零八百元的專業佳計 置身在槍林彈禦州模擬戰場環境 一南不慌不忙 發揮平時訓練成果 與林兵分工合作 演練包紮直血 完成戰傷救護 首帝一年期一五億二二二六T 全台有六百五十五名一南 一月二十五號入伍 展開為期八週的入伍訓練 成功的營區 本週進行五天的期末検測 驗證一南是否能成為合格的步槍兵 二十號是監測第三天 也是重頭戲項目震撼教育 一南兩兩一組 互相塗抹三種顏色的衛裝膏 完成攻擊前的準備 激活指令展開震撼教育 伴隨機槍空包彈 引爆TNT炸藥 現場煙霧瀰漫 增加臨場感 一南佩戴防毒面具 克服高壓緊張的情緒 依序完成戰傷救護 攻擊前進 攀爬壕溝 穿越高低半網 順利完成測驗的一南 直呼跟電影情節差很大 電影還是沒有辦法演繹出 真正戰場上的那種 會讓人帶來那種震撼感 以及那種嘈雜的聲音 那種壓力 也有上相關那種 怎麼克服壓力的一些課程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還可以接受 一年期EU1的新訓期末健測 包括三千公尺跑步 浮地挺身 手榴彈投擲 三天兩夜行軍等 以及最重要的實彈射擊 只要這個項目不合格 健測總生機就判定不及格 因此大幅增加實彈射擊發數 到一百六十發 提升一南射擊穩定度 反應在成績上 三鬥兩旅合格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五 一年如果建設合格的話 將合法捷訓證書 以及接下來每個月 將能領到一萬八百元的專業加解 但如果不合格的話 將流訓一週進行補測 國軍推動兵役改革 參考各國美軍訓練項目 外界放大檢視首批EUE訓練成效 陸軍表示一南表現良好 後續分發部隊 肩負戰備任務 記者黃子杰張敏如台中報導 我國南疆國土太平島 碼頭俊升工程完工後 總統蔡英文是否登島 宣誓主權備受關切 外交部長吳釗燮今天表示 現在南海情勢升溫 臺灣必須思考 不要讓人覺得是在找麻煩 不過有國民黨立委已經排定 五月十六號要登島考察 太平島碼頭俊升工程近日完工 藍英立委呼籲總統蔡英文在520卸任前 應該仿效前總統馬英九還有陳水扁 登上太平島宣誓主權 不過由於蔡總統一直沒有表態 引起批評 外交部長吳釗希二十號到立法院報告時指出 現在南海情勢緊張 臺灣必須思考 不要讓其他人覺得是在製造困難 吳釗希強調政府對南海的政策沒有改變 會用最好的方式展現對於太平島主權的伸張 而現在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的 周委馬文君九規劃 在五月十六號要排定到太平島 考察官兵生活設施還有戰備情形 表示如果蔡總統不去 委員會可以自己去 民進黨立委是認為不應該先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而對於委員會登島考察的規劃 外交部長吳釗希表示 雖然有疑慮 但是尊重招委的安排 記者 台北報導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出訪澳洲 有意突破美國的圍堵 不過澳洲外長坦誠 雙方存在分歧 不僅提出對新疆 西藏和香港人權的關切 同時提到希望臺海維持和平與穩定 中外交部長王毅出訪澳洲及紐西蘭成為近七年來訪問澳洲 層級最高的中方官員 似乎是有意緩和中澳緊張關係 王毅跟澳洲外長黃毅賢二十號舉行第七輪的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 王毅在會中指出希望澳方尊重中國主權 黃毅賢則表示有提到臺海議題 紐西蘭外交部長彼得斯十八號跟王毅會談時 也向中方表達對臺海緊張情勢的關切 外交部對此表示肯定與歡迎 並且承諾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接下來新政府上任 曾經擔任過外交部長的海籍會董事長李大維就認為 賴清德會延續蔡政府的務實中道路線 審慎處理國安以及兩岸外交 那基本上我想賴總統也應該還是一樣的 本持一個務實走中道 非常審慎的一個路線 我想這個講老實話 應該是蔡政府跟賴政府應該有的一個共識 近日驚嚇海域的爭端加劇兩岸緊張 李大維認為目前的做法首先考量應該是人道考量避免衝突 最後才是對話尋求共識 他指出臺海問題已經不是只有臺灣跟中國之間的問題 而是國際間主要民主國家的事情 至於外交方面 他也認為北京也不願意看到臺灣真正變成領邦角 記者海報組綜合報導 巴黎奧運開幕倒數四個多月 為了制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國際奧會日前宣布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運動員 只能以中立身份參賽 現在更進一步宣布通過審核者 不得參加開幕儀式的進場遊行 如果贏得比賽 獎牌也不進入任何國家的排行榜 2024巴黎奧運即將在七月二十六號登場 國際奧會先前已允許入侵烏克蘭的俄羅斯 以及提供俄羅斯軍事協助的白俄羅斯 兩國的中立運動員可以參加奧運競賽 十九號又進一步表示俄國和白俄運動員不得參加開幕儀式 本次夏季奧運開幕式將在巴黎塞納河舉行 各國代表隊會乘船入場 預計吸引三十萬觀眾在河岸上夾到歡迎 國際奧會強調二百兩國運動員 若要以中立身份參加 得由國際奧會組織的三人小組 進行兩階段嚴格審查 確認運動員不曾支持俄國親烏 或與俄方軍事單位有所聯繫 目前估計有三十六名俄羅斯 及二十二名白俄羅斯運動員 可以參加賽事 相較上屆東京奧運 俄羅斯運動員的人數只剩十分之一 就算他們能順利贏得比賽 受獎儀式也得遵照特別規定 至於是否能參加奧運閉幕儀式 還有待職委會討論 另一方面烏克蘭前線正式吃緊 十九號在烏克蘭首都基辅一間教堂 三十三名當地民眾捐血給前線傷兵 捐血量達到十五公升估計可以挽救九十九條性命 尤其是東部戰區的傷患 日前俄羅斯宣布 以控制了烏克蘭東部小鎮奧爾利夫卡 這是自俄軍二月攻佔烏東阿夫迪夫卡地區以來 又向西擴張了四公里 公視新聞兩頁編譯 聯合國世界幸福排名報告出爐 其中芬蘭再度拿下榜首 七度蟬聯冠軍寶座 成為全球最幸福的國度 而丹麥還冰島緊追在後 等於前三名全由北歐國家包辦 至於亞洲最幸福的國家仍舊是新加坡 而台灣則是名列第二 再度超越日本和南韓 這項報告主要衡量六個面向 包括人均GDP 健康預期壽命 社會支援程度和自由度 人民是否慷慨以及國家貪腐程度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首度疊出前二十名 主要是因為三十歲以下的幸福感降低 而墊底的國家 則是戰亂和貧窮充滯的阿富汗 很幸福 沒有很幸福 我幸福啊 談到幸福你會想到什麼 不過依據不同的年齡族群 對幸福的有感程度也有所差異 聯合國二十號公布二零二四年世界幸福報告 芬蘭連續第七年穩坐最幸福國家寶座 其次是丹麥 冰島 瑞典 還有以色列 如果以亞洲地區鄰近國家來分析 新加坡全球排名第三十名 卻是亞洲國家中最幸福第一名 台灣全球排名第三十一名名列亞洲第二 比日本 韓國和中國都還要幸福 據瞭解這份幸福報告是依據 每個人對幸福滿意度評估 人均國內生產毛額 社會支持度 自由度 還有健康預期壽命 最後還有慷慨和對貪腐認知程度 來做評比 在生活平價項目中 台灣三十歲以下年輕人幸福感最高 六十歲以上長者則最不快樂 專家分析現今台灣社會氛圍大多尊重年輕人選擇 加上有父母支撐經濟來源 都讓年輕人有感幸福 反觀五十歲以上族群 除了得維持自身生活 還得欣賞 健康支援兒女 在高物價時代 經濟負擔難民感到沉重 單就GDP指標評比 恐怕幸福指數就大打折扣 記者原始陳立峰台報導 接下來是新聞猜猜看的單元 把時間交給皮帥 好的 謝謝惠民主播 今天的題目就在剛剛的新聞裡 聯合國公布2024世界最幸福國家排名 請問大家 在亞洲國家中 哪一個國家排名最前面 一 台灣 二 日本 三 新加坡 想想看答案是哪一個呢 繼續來關心 以哈衝突超過五個月 加薩民眾深陷人道危機 糧食 醫療物資匱乏 兒童骨瘦如柴 嚴重營養不良 已經有孩子因此陸續死亡 在當地當志工的各國醫師呼籲 應該立即停火 但是以色列仍舊堅持進攻 加薩邊境城市拉法 翔南還躺在病床上受到全身皮包裹 臉上不時還會露出痛苦的表情 以哈衝突讓加薩民眾身陷糧食不足的危機 六歲的男童讚特因為胸部患有囊腫纖維症 必須攝取充足的營養 用藥物控制病情才能生存 但如今因為糧食 醫療物資源重不足 讓原本三十公斤重的讚特 瘦到只剩下十二公斤 兩個月前病情開始惡化 如今已經無法走路 而讓讚特這樣營養不良 骨瘦如柴的加薩兒童到處可見 根據加薩衛生部門顯示 最近幾星期死亡的二十七名兒童 多數死因都是因為嚴重營養不良跟脫水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數據顯示 加薩比布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兩歲以下兒童 嚴重營養不良 人數是一月份的兩倍 而聯合國跟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 制定的糧食安全階級綜合分類量表顯示 加薩半數的人口身陷災難性的飢餓 如果不採取緊急行動 預估加薩的饑荒最晚就會在五月底前爆發 就連遠赴加薩的各國醫生志工 也在十九號召開記者會 說明加薩人到救援不足的情況 這些志工醫生表示曾經兒童嚴重傷傷 卻沒有止痛藥物協助減輕傷患的痛苦 最後證明兒童在痛苦中過世 還有急診患者手術時環境髒亂 無法消毒沒有抗生素可用 事後還因為沒有病床可以住院 傷口嚴重感染潰爛 這些情況都說明促成停戰的急迫性 不過以色列政府在十九號公布一段影片 深深在北部的西法醫院 擊斃了五十多名巴勒斯坦槍手 拘留了一百八十名武裝笨子嫌疑犯 並且在各種家具中起出武器 總理納坦雅胡同一天更表示 就算美國反對 以色列仍然會堅持 進攻加薩的邊境城市拉法 誓言要徹底堅備哈馬斯 個人新聞陳頌兵議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發布報告指出 二零二三年是有紀錄以來 地表平均溫度最高的年份 比起工業化之前高出設施 一點四五度 接近二零一五年 巴黎氣候會議設定的 一點五度上線 而今年有可能再創新高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MO的報告 二零二三年全球地表的平均溫度 比起工業化時代之前 高出設施一點四五度 比近二零一五年巴黎氣候會議設定的 一點五度上線 由於歐盟的哥白尼氣候變遷小組 三月初也曾提出觀測資料 認為二零二四年二月是連續 第九個月全球月平均溫度上升 因此主張二零二四的全球地表均溫 極有可能再創新高 聯合國對此表示 全球氣溫升高嚴重衝擊生態 甚至影響經濟民生 旅創高溫紀錄 使得地球面臨危機存亡的紅色警戒 WMO的報告指出 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 面臨食物極度短缺的人口 數是一億四千九百萬人 到二零二三年底突破三億三千三百萬人 顯示氣候變遷引發糧食危機的嚴重性 更不用說溫度上升 讓地表冰層銳減 引發海平面於海水溫度上升 讓低洼地區面臨更多更嚴重的水患 以及其他地區的乾旱與 頻繁的森林火災 不過氣象專家也認為 人類仍然有希望改善氣候變遷 WMO指出包括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與水力發電 這些所謂再生能源的產能 二零二三年底的數據 比起二零二二年高出百分之五十 是未來必須加強推動的方向 公視新聞許家人編譯 不知暖化對地球環境造成威脅 人類過度獵捕也將破壞海洋生態 環保組織最近考察加拉巴哥群島海域 呼籲擴大當地的海洋保護區 並且將各國的保護區串聯起來 希望讓海洋生物能夠安全遷徙 成群自在悠遊的鯊魚 揮舞著長期的海龜 加拉巴哥群島沿海 兩百英里的保護區內 因為不准捕魚 各種海洋生物得以繁衍生生不息 是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保護區之一 擁有三千多個物種 綠色和平組織的科考船 最近就在當地調查海洋生態 追蹤冰尾的雙計砂動向 海洋科學家說 加拉巴哥海域是罕見的鯊魚天堂 不過離開了保護區 到了國際公海 這個物種 卻經常落入捕魚船隻的湖口 被割下魚翅 賣到亞洲國家 綠色和平組織呼籲 將連接加拉巴哥海域的公海 也納入保護區範圍 不過這麼做 需要六十個國家 批准去年聯合國通過的公海條約 而目前只有兩個國家同意 此外科學家也希望能像拼圖一樣 將不同的保護區連接起來 確保海洋生物在遷徙之路上不受干擾 這也是加拉巴哥當地人的期待 公視新聞則會名編譯 巴黎奧運7月即將登場 為了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巴黎地鐵 推出一款即時翻譯APP 協助不知所措的外國旅客 解決各種疑難雜症 它的好處是 可以用十六種語言來溝通 二零二四巴黎奧運即將在七月開幕 巴黎預計將湧入龐大觀光人潮 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巴黎大眾運輸公司 RATP開發了一款即時翻譯APP 讓不會說法語的遊客 也可以輕鬆向站務人員問路 自在搭乘地鐵 巴黎地鐵有超過三百個站 有些站名甚至連本地人都不容易找到 對於不會法語的遊客 問路更是一個頭兩個大 現在有了這款翻譯APP Tradivia 能夠即時語音輸入 並翻譯十六種語言 像是英文 德文 義大利文等等 站務人員也可以把法文回答 翻譯成旅客所使用的語言 讓雙方溝通零障礙 巴黎大眾運輸公司RATP一位六千名地鐵 各站員工配備Tradivia RATP表示Google翻譯等通用軟體 有時翻譯不出合理的地鐵用語 這款應用程式專為巴黎地鐵打造 對於旅客容易混淆的各站站名 路線和不同票種 以及旅遊票種類都相當熟悉 目前巴黎大眾運輸公司 先在三條城市路線上試用Tradivia 然後在今年夏天全線推行 月台現在更特別廣播英語 德語 義大利語 西班牙語等四種語言 並將奧運開幕前添加中文和阿拉伯語 這次巴黎奧運 預計為巴黎及周圍地區 帶來一千五百萬的人潮 公視新聞 江文編譯 繼續要告訴您 美國眾議院和印度 對TikTok寄出禁令 臺灣是否跟進呢 世衛部長唐鳳表示 只要境外敵對勢力 可實質控制的 無論是直接或間接 都定義為危害自通安全的產品 目前TikTok在公部門已經被列為禁用 至於民間是否禁用 行政院還要審議 TikTok在美國面臨下架處境 臺灣是否跟進呢 數位部長唐鳳十九號在立院總質詢表示 數位部送到行政院的自通安全法草案 和美國眾議院版本 對境外敵對勢力間接控制的想法完全一樣 唐鳳說TikTok現在就是危害產品 二十號的立院交通委員會 唐鳳再被問及 TikTok沒在臺灣落地 臺灣有可能禁止嗎 危害產品在公部門及公部門場域已禁用 民間是否禁用 行政院還需審議 有學者表示 一般情況下 裝VPN軟體就能連到國外上線 其實落地管制的效果比直接禁用來得好 唐鳳表示內政部嚴禮打炸專法 一定規模的境外廣告網路平臺未來必須落地 而未來網路廣告平臺機關是數位部 明顯危害產品將由數位部通知取下 在臺落地的LINE FB和Google已溝通 TikTok新加坡高層也在農曆年前來臺 和數位部誤談了解發展方向 介紹會沈志明台北報導 現在要再把鏡頭交給P帥 告訴我們今天新聞猜猜看的答案 好的 最新世界幸福報告排名中 新加坡排名第30名 是亞洲國家中最幸福的國度 臺灣排名第31 贏過第51名的日本 第52名的南韓 及第60名的中國 今天的答案是3 你答對了嗎 感謝P帥的說明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公視新聞 全球化 我是曾慧敏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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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